您喜歡吃牡蠣嗎 您可能不知道現在市面上有九成以上 都是越南進口的牡蠣 而且還一斤一百二十塊左右 低價進口台灣 混入台灣貨 搶失我們的市場 這不但存在著食安問題 而且嚴重影響到科農的權益 今天只有科農拉起布條 希望相關單位可以幫忙想辦法 幫助他們解決困境 科農們彎下腰 扎緊腳步收成一籠又一籠新鮮的牡蠣 送上岸邊 臺南市外海扶棚市養科 數量有九千多棚 年產量四千五百噸左右 一二月是盛產期 本該是開心的時候 但現在 停下手邊工作 好幾十部交罰 開到航道鳴笛 甚至 拉起布條 表達自己不滿 一金一百二十元左右的越南牡蠣大量低價進口 混成每金一百八十元左右的台灣牡蠣 除了搶食市場外 還有食安隱憂 甚至影響在地銷售 根據統計 光是去年十一月就已經進口一千三百多噸 目前市場充斥著越南進口牡蠣導致盤商對台南牡蠣的採購量大減 嚴重影響產業發展 科農們也提出兩項訴求 現在只盼相關單位能共同想想辦法解決現有困境 保障科農生計 更讓台南的養科產業能永續經營 華日新聞 林婉許富杰 劉漢生 台南報導